明天真正 现在是9点36分 我已经到了学校了 今天是12月21号 星期三 今天是我第八堂课 第八次课 今天没有在路上来录 我就来学校的情况 因为路上的话太吵了 所以收音不太好 那我今天是到了这 才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我们早上好 然后昨天忙得不行 昨天的话是忙什么呢 昨天从八点多开始就做一个audition 是一个配音的一个audition 然后特别早就来去办公室再录 然后接着就是 接着就是 然后店里很多活嘛 很多东西没有打包 就一直在 一直在那个打包 然后接着开门之后 十点半开门之后 很多客人一直忙忙忙忙 忙到晚上还答应了另外一个朋友 他着急要做个网站 然后又帮他做网站 最后就忙到了一点 一点多 然后回到家 最后睡觉是两点 大概两点或两点半的时候才睡 所以今天就是睡得有点有点少啊 然后今天一早起来送完 儿子又去店里面 儿子又去店里面还有一些事情 整理一下 然后才来 然后出发的话也是比之前要晚一点 但是还好 刚才我看的时间 到达的时间九点三十六分 所以 现在可能是放假的季节已经开始 很多人已经放假了 就回去了 就离开了 可能不再上班 所以路上没有那么塞 OK 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总之很忙 然后 昨天晚上我还一直在考虑 要不要今天 哎呀不来上课啊 因为活还挺多的 就是我这样半天不来 不在店里的话 那我的店员和我老婆就特别忙 特别累 OK Anyway 我既然来了就好好上课吧 那两点钟才回到店里去 那现在先下车 然后等一等十点钟开始上课 然后上完课的话 有什么东西 我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待会见 上完课了 现在已经是一点二十分 现在上十号公路 正在塞车排队上高速 今天上课主要还是 那个 reputation reputation的 exercise 就是一个重 就是重复 就是复述 就是跟 你的partner 他说一句 说一句话也好 说一个形容词也好 你听到之后就repeat 重复就好了 重复 对方也重复 重复重复 百分之百的copy 通过一开始说的词 可能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然后慢慢会 慢慢的相互的这种connection 就会让你 马上两个人就会有一些连接 然后一种感受也好 或者是两个人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个主要是 我觉得是在训练 就是演员之间的这种专注 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有剧本 所以你会照着剧本 就说都每一部该干嘛 你说什么词 然后对方说什么词 然后下一个动作下一个表演是什么样 都是有剧本有设计好的 但如果你是照着那个去做的话 你就会没有这种生活的真实感 就没有真正的那个connection 你就会是 对方怎么没说这个台词 他怎么说的慢了 你就会有一些这种断的感觉 没有那种生活的状态 所以的话这个方法就是训练你去听对方 去感受对方 你演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说你要真正的听他说的台词 然后你说你的东西 让他就相互助真正的是在像真实的生活一样 而不是说啊我知道剧本是他要说这个词 而是真实他说这个词的时候你要听得到 呃这个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 看起来很很很很笨 很stupid的一个一个一个exercise 但是你在真正的去体验的时候 你会发现呃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要沉浸到这个你跟对手的这种这个环境里面 呃get lost in your partner 呃对这种感觉 还有一个老师说的create a behavior 就是创造一个呃 呃 behavior是一个状态嘛 是一个你的行为对创造一个行为 我们在最后一个小时里面看了一个影片 那个影片就是呃蛮有意思蛮好看的 就是也是讲舞台演员 你那个演员的话那个男演员 其实他平时生活中很害羞 但是他在演戏的时候就是特别的投入 特别投入 然后他演完他就会马上要离开 就羡慕的时候他都不会呆在那个地方 他就会跑走 嗯就一个蛮有意思的人 今天来的时候还说那个不要开车的时候 录视频讲话 现在回来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在这个时候分享 因为在路上时间比较长 然后然后也没有在没有忘记的时候 就马上说的话会可能就记忆还还在吧 就刚才上课的感觉 然后回到家的话又忙起来 就怕没有时间再分享 所以我还是开着车继续再跟大家 就讲刚才那些东西 然后 呃 我也上台了去做这个 呃 reputation reputation exercise 呃也是有这种感受 就是你做了才知道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 啊 这个课要 要到下一 要到明年了 因为现在是12月的21号 啊 马上是圣诞节 然后是新年 然后 所以这 接下来两周都是不上课了 在 我们再恢复上课的话 就是1月9号 我们在这个不上课的期间 我估计有可能我们会同学当中 会组织 啊 通过zoom 来做一些这样的练习和交流 嗯 期待啊 работы 嗯 一点 一些 嗯 嗯 算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